309暗示 7.金蝎子和爸爸联合起来了 金蝎子取得了黄金国王的信任后 假装跟着白金亲王的搜查大军去寻找赛路 实际上是想把他们引到远离赛路的地方 他心里在想着怎样找到鲁西西 好从他嘴里弄清出口在哪里 搜查大军从王宫里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搜查着金城的每一个角落 在路上白金亲王问金蝎子 你刚才说金人在你们那儿很贵重是吗 岂只是贵重 简直是宝贝 金蝎子看着白金亲王 一边说 一边心想 要是把他也弄出去 那就能发大财了 听说你们那儿还有什么电话 白金亲王好奇的问 金蝎子滔滔不绝的告诉白金亲王 除了电话 还有电视 汽车 飞机 轮船 白金亲王啊 听得入了谜 可这些东西都没有你们金人值钱 就拿你说吧 金蝎子忙改口说 就拿赛路说吧 他一个人就可以换一万台电视机 白金亲王还从来不知道金子这么有价值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问 你是从什么地方进来的 金蝎子吓了一跳 难道白金亲王已经发掘了他的意图 快说 从哪进来的 白金亲王催问道 从一棵金树里 金蝎子慌了 可我记不清是哪棵树了 来人 白金亲王喊 去检查所有的树 看看哪棵树中有暗道 金人们执行命令去了 金蝎子傻眼了 如果有暗道的那棵金树被找出来 他就肯定出不去了 不行 他得抢在金人找到那棵金树之前 找到鲁兮兮 金蝎子找了个机会 离开了白金亲王 独自去寻找鲁兮兮的踪影 怪事儿 这小姑娘躲到哪儿去了呢 金蝎子一边嘀咕 一边四处搜寻 金蝎子走着走着 一抬头 看见一个高大的男子汉 神不知鬼不觉的站在他面前 金蝎子吓了一大跳 他马上看出这是皮皮鲁的爸爸 同时他认定这就是那个在暗道里走在他前面的对手 你是跟在我后边进来的吧 皮皮鲁的爸爸问 没错 金蝎子不否认 你是怎么进我们家的 我是专门替国家找金子的 发现你的孩子配了把奇怪的钥匙就跟来了 我进门时 你家的大门没锁 敲门又没人答应 金蝎子迅速编造着谎言 你有证件吗 爸爸问 金蝎子一听很高兴 他身上有几十种伪造的证件 给 金蝎子拿出证件递过去 皮皮鲁的爸爸看看证件 点点头 还给了金蝎子 又问 你还记得暗道的出口吗 忘了 你呢 金蝎子迫不及待 皮皮鲁的爸爸怂怂肩 无可奈何的苦笑一下 咱们必须赶快报告政府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一刻也不能耽搁 金蝎子振振有词的说 对 我也是这么想 皮皮鲁的爸爸说 现在只有你的孩子知道出口在什么地方 金蝎子提醒皮皮鲁的爸爸 唉 皮皮鲁的爸爸叹了口气 刚才我碰到女儿了 可她就是不说 那 现在你女儿呢 金蝎子盲追问 唉 跑了 金蝎子 灵机一度 您的儿子现在被关在王宫里 您就问他出口在哪 一定得想办法 让他说出来 你快带我去 皮皮鲁的爸爸说 金蝎子带着皮皮鲁的爸爸朝王宫跑去 他们没有料到 他们的谈话 全被躲在墙后边的鲁兮兮听到了 哥哥被抓起来了 鲁兮兮大吃一惊 必须马上去救哥哥 鲁兮兮拿定了主意 他绕过一个拐角 朝王宫的方向走去 刚拐了一个弯 鲁兮兮站住了 四个金人站在他面前 鲁兮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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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披头就问 什么金库 皮皮鲁不明白 这不就是金库 爸爸指着金子做成的房子 这是金城 皮皮鲁纠正爸爸 我不管什么金城银城 反正应该马上报告政府 爸爸说 不行 皮皮鲁毫不让步 为什么 爸爸我了 要是金库 我早就去报告了 可是他们是金人 是有生命的金人 如果我们报告了 他们就完了 皮皮鲁一口气 说了一串话 哪来这么多歪理 爸爸一直认为 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应该为人类服务 快告诉我们出口在哪 您不是从岸道进来的吗 皮皮鲁故意问 你自己去找吧 金蝎子在屋外忍不住了 他跑进屋里 对皮皮鲁说 你这是在犯罪 快把出口告诉我们 皮皮皮鲁再偷上 皮皮鲣 إن是这样不行 皮皮鲍立刻明白了过来 爸爸被金蝎子利用了 daqui 무서ired Century 老 dano 好吧 我告诉你们 皮皮鲁胡了嗨说了一个地点 金蝎子如获至宝 拉着皮皮鲁的爸爸就跑 那他 皮皮鲁的爸爸担心自己的儿子 他关在这儿很安全 咱们先去报告政府再说吧 金蝎子转身叮嘱金人卫兵 看好他 别让他跑了